好的,在金曲奖盛大举办过后 也让我们想到了台湾的流行音乐在华人世界里 一直是领头羊的地位 但对于相关的流行音乐产业 却缺乏了高等教育的培育人才 也因此佛光大学成立了流行音乐传播学程 要邀请来流行音乐的歌手或是制作人来担任讲师 培育相关的音乐人才 台湾的流行音乐从过去到现在 都可以说是华人世界里重要的音乐创作指标 为了保有台湾的音乐创作优势 以及增加人才的培训 文化部立为重要发展产业之一 也因此佛光大学广邀流行音乐界的歌手 和音乐创作人来当讲师 成立了流行音乐传播学程 培养流行音乐的创意传播人才 开始重视流行音乐的这样的一个教育 那所以因此佛光大学在这样的一个时机点上 我们也站在推动流行音乐传播的观点 我们积极努力成立了台湾各大学的 第一个华人流行音乐研究中心 我们同时也在今年度 就是下学年度 我们开始在课程里面 新增设了流行音乐传播学程 那我们甚至明年度 我们将报请教育部 在传播学系之下 成立流行音乐传播学 就是一个分组招生 流行音乐传播学程的创立 对台湾来说等于是把 pop music 提升到高等教育层级 不仅可以提高音乐行业的相关经济产值发展 更能够有系统的研究台湾的全创作音乐 让华人音乐世界拥有举足地位的台湾 培训多更多音乐相关产业的好人才 特别是在去年一年为例 我们有2400场次的流行音乐演唱会 那么另外呢 有40.8亿元的产值 那这就相当的能够让流行音乐产业 可以说用新的面目 在影视的表现上面突破 那过去的话就靠卖CD卖唱片 那现在呢恐怕我们需要走向更多元的 一种流行音乐的包装跟它的一种行销 音乐无国界 但台湾要持续保有竞争力 人才培育是关键 相信系组的创力能够带给业界和学界 还有乐听大众双赢的未来 中佳新北新闻综合采访报道